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 我是丁静怡 为在中东的国家约旦 在4月初爆出一场王室成员间的权力斗争 整起事件曝光的开端 是41岁的约旦前王储哈姆扎本海山 在4月初于网路上上传两支影片 指控军方跟自己的亲兄弟 现任国王阿布拉杜二世无故囚禁他 禁止他外出或者是以任何的方式对外联系 不过就在哈姆扎的自白影片掀起轩然大波的隔天 4月5号的时候 这位王储却又宣布了一项新的声明 宣誓会继续效忠阿布拉杜二世 尊重国家的传统跟稳定性 口气跟前两支影片是截然不同的 这对约旦王室兄弟戏强的原因究竟为何 而这场权力斗争真的就这样安全落幕了吗 而素有阿拉伯戴安娜之称的王后拉尼亚 在这场权力斗争当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 今天带您一并了解 now that may be the last time I'm able to communicate as I said to the chief of staff when he came I am not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 breakdown in governance for the corruption and for the incompetence that has been prevalent in our governing structure for the last 15 to 20 years 4月4日当天 约旦国王阿布拉杜二世 同父异母的弟弟 前王厨哈姆扎 透过律师公开两支影片 批评现今约旦的领导人 无能腐败 并且指控政府无故囚禁打压自己 不过影片公开不久之后 约旦国防部长艾曼 萨法迪便出面否认前王厨的指控 并且表示目前哈姆扎跟其他16人 正遭逮捕调查 原因是因为他们涉及犯下颠覆国家罪 试图跟外国势力勾结来发动政变 后来隔天 前王厨哈姆扎公开了一项新声明 态度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向约旦政府跟王室宣誓忠诚 并且在11号跟他的哥哥 国王阿布拉杜二世一同露面 两个人是和平的庆祝建国100周年 并且向父亲阿布拉杜一世来致敬 目前约旦政府承诺 将继续依法落实调查这起事件 维护国家和平 不过也禁止所有媒体继续更进一步的 报道这起王室仇闻 硬是为这场公庭斗争画下句点 而这场约旦的王室斗争 看似爆发的快 结束也很快 不过根据专家说法 约旦王室内部间的紧张关系 其实早就持续一段时间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前王厨 哈姆扎实在是太受民众欢迎 又经常大肆的批评约旦政府 哈姆扎出生在1980年 是前任的约旦国王跟最爱的王后奴儿的长子 成长期间还曾经进入过英国哈罗公学 美国哈佛大学等精英学校 并且曾经在约旦的武装部队服役 据说哈姆扎是阿布拉杜一世最宠的儿子 长相跟做事风格也跟父亲最像 让哈姆扎在民间的人气一直以来都非常高 在1999年阿布杜拉一世去世 哈姆扎同父异母的兄长阿布拉杜二世上任 哈姆扎还一度被封为王厨 一直到2004年才改由阿布拉杜二世的长子海山 接过头衔 哈姆扎少了王厨的头衔 在民间的人气却仍然不减 不再是约旦王厨的哈姆扎 后来反而更可以毫无顾虑的批评 现在的约旦政府 指控统治阶层独裁又贪腐 还有裙带关系是关关相互的 到了2020年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经济 造成失业率提升 约旦各地是陆续爆出抗议 而哈姆扎同样也出声支持 显然跟约旦政府自己的亲哥哥来对立 声援示威者 为反对派发声 加上各地部落领袖交好 支持带头上街抗议经济问题等种种的行为 都为哈姆扎与国王阿布拉杜二世之间 埋下嫌隙 也让两兄弟的关系逐渐疏离 到了4月4号 王室发现一场政变阴谋 市集多个部落领袖 政治官员与哈姆扎在内的王室成员之后 两兄弟的争执也就正式引爆了 现在不止哈姆扎受到调查 曾经担任过驻沙奥地阿拉伯 皇家特使国王顾问的扎德 还有担任过皇家哈西米法院院长的阿瓦达等高官也被捕 不过哈姆扎被拘捕调查的消息虽然迎来了不少国内外民众的支持跟同情 但是包含美国还有沙奥地阿拉伯在内的政府势力 却都出声支持国王阿布拉杜二世 而这背后的主因可能是因为国王阿布拉杜二世长期治国有功 让约旦成为目前中东地区少数状况稳定而且安全的国家 而出生于1962年的阿布拉杜二世跟弟弟阿姆扎一样 很优秀 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英国的皇家军事学院 牛津大学还有美国的乔治成大学受过教育 1998年在约旦军中晋升为少将 1999年阿布拉杜二世就职成国王之后 马上改革开放政策刺激约旦的经济 并且在2011年当中东各国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的时候 带动约旦的政府与宪法改革 用和平方式同时是稳定国情跟满足民心 虽然阿布拉杜二世不如阿姆扎如此受到民众欢迎 不过他努力治国的成就还是得到了人民的肯定 另外阿布拉杜二世的妻子有着阿拉伯 戴安娜之称的王后拉尼亚其实也帮约旦政府跟王室添加不少公关分数 拉尼亚的父母原本是巴勒斯坦人 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举家先后逃到了科威特约旦 长大之后曾经担任过花旗银行跟苹果的营销职员 1992年在一场商业晚宴当中 拉尼亚跟阿布拉杜二世一见钟情 两人相识短短六个月之后就决定踏入婚姻 等到阿布拉杜二世继任成国王之后 拉尼亚成了丈夫治国的重要帮手 不只担任过约旦观光旅游事业的代言人 还积极成立各个福利机构 希望可以保护跟照顾妇女儿童难民权益 并且在2005年设立了拉尼亚王后杰出教育奖 希望借此来鼓励国内的教育工作者 而不论是国王阿布拉杜二世还是王后拉尼亚 两个人在治理国家跟慈善事业上都有相当不错的成绩 加上两个人如童话故事般长达27年的婚姻爱情故事 也让两个人的形象加了不少分数 然而光靠这些好的公关形象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约旦国内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 除了受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外 约旦目前面临最大的危机 便是来自邻国叙利亚的大量难民 截至今日叙利亚已经有超过100万的民众逃到约旦 试图寻求庇护 而另外一个让很多民众不满 并且由前王储哈姆扎点出的问题 便是2020年因为疫情发布的紧急法 哈姆扎表示 因为这项新的紧急法 政府情报单位反而拥有更大的权利来控制人民 剥夺民众自由发表意见跟看法的权利 这项新颁布的法案 也让美国专门研究监督各国自由民主程度的组织 自由之家 把约旦的自由程度调降到不自由 那么让提倡自由民主的大国美国 沙奥地阿拉伯等国家都一面倒的支持阿布杜拉二世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除了是国王对外良好的形象 跟实质掌握的权利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约旦的位置 约旦在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北边是近年内战不断的叙利亚 东边则是伊拉克 沙烏地阿拉伯 西边则是长期对立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约旦目前不仅跟周边的伊斯兰国家是关系良好 同时也跟美国、以色列交情不错 甚至曾经帮忙对抗伊斯兰国等激进恐怖组织 不过一旦有政变发生 约旦的安定局势便可能被打破 并且让乱局是扩散到周围各国 因此为了维持中东地区的平衡跟和平 在各国领导人眼中 约旦国势稳定的重要性 恐怕还是比民众的自由言论是更加的重要 目前前王储哈姆扎全面否认涉及政变的指控 强调自己只是希望政府可以针对不适任腐败的问题做改革 而事件爆发以来 国王阿布拉杜二世只在4月7号公布了一项简短声明 表示自己对这场兄弟间的公开斗争感到震惊痛苦 现在基于安全为由 将会特别照顾弟弟哈姆扎 并且继续进行调查 而这场少见 而且短暂的王室权力游戏虽然已经画下句点 不过未来约旦要如何来解决经济跟难民问题 而王室是否又能重新造就团结一致的形象 恐怕就还要看国王阿布拉杜二世跟前王储哈姆扎 两兄弟是否可以不计前嫌重修就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据事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们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追踪 我们下次再见